除了我們放相片之外,我們都會放一些字 不過那些字千萬不要在Folosom做完 如果通常是讀得到的英文字 我們通常會在Xcode上用一些不同的 可以放到字的物體組出來 因為這個是for accessibility 那些字盡量讀得到是最好的 寫網語都是這樣 如果你要純粹放一兩項 做design的字的話 我們就search label 記住不要混亂 我們會有text wheel,text fill,和label 如果你純粹看英文字 做design用的文字 我們永遠都會用label 甚至有幾行都是用label 可以嗎? 位置沒什麼所謂 我們暫時放在這裡 待會我們會用邏輯 去position size 十幾個point都可以了 你自己選擇 白色 我們就用T字 選擇粗一點 可能是semibow 字體呢 其實你可以選擇不同 custom可以選擇不同的字體 它會顯示 iOS有的字體 但你會選擇 為什麼有一個 system的字體呢 我選擇先 system的意思 就是說 如果那一代的iPhone iOS 它的default 那個字體 是用hiveticanew的話 你選system 它就用hiveticanew 但去到iOS 比如10、11那些 它default的字體 是用San Francisco 你選擇system的話 它就會用San Francisco 所以 如果你的fault 選system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 你這隻字體 是會因應 當代的iOS 裡面default 那隻 primary的fault 就用那隻的 如果將來它update 用別的字 它會自己幫你update 所以用system 有時候有它的好處 就是統一回 跟回那一代的iOS 另外 size 可以打數 加加減減 你自己教 17 Point 其實都 OK的 按15 另外 我也想用一些字 第一版 就用這個 記住 改字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就是多一按這裡 然後在這裡place 第二個方法 就是直接在這裡 double click 來place 會有一點點不同 如果你多一按 這個place 它就純粹將字 place 了下去 不過當你放大看的時候 它就不會動 你的label的框 看到嗎 那你不夠大 它就會動 動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double click 這裡 double click 這裡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的字 衝出了那個框 它發覺不夠大 它會 按enter 按return 它會自己幫你放大 那個label的框 這個也是不錯的方法 我分一分鐘 暫時放在這裡 暫時 好嗎 這個label做了之後 我不想再由頭設定 的話 你可以copy它 然後去到這個view controller 就paste在裡面 都可以 不過paste的時候 都要小心一點 不知道paste在哪裡 那我就 undo paste不到 原來 paste不到 先 copy它 那你應該是 督一督這個view 然後再paste 它就先paste到去 那這次的名字 就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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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甚至 因為paste出來 就不用再 這個 如果大了 你就不用特地縮小 因為一會兒 我們整整一下 它會自己縮得回 我們暫時放在這個位置 下來了 這裡 暫時放在這個位置 我要多一顆label 我就按option 多一個 這個label呢 就很大了 我想 嗯 我不知道 啊 120 超大 那你放大 就能看到的了 那 還有呢 我就想要 幼一點 了 light 或者fint 都ok 那就給它那個度數 去到 就是 那麼遠 34度 那度數呢 就是按option 0 option 0 就會打個度 34度 那 效果幾好 是不是 縮下去 那麼 它的高度呢 都不用這麼高的 低一點就可以了 但是呢 這些呢 沒有所謂的 一會兒你就明白了 因為一會兒我們會做一些東西 令到它 position 回合 還有它的 size 會縮縮放放 那樣的 我就觸碰它的底 好像這裡 有兩個 那麼呢 現在呢 就再copy 了 然後再放在最後這塊 那裡 都是啦 低一點 大約的 這個位置 我也是亂放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麼 字眼上呢 我就想改改 不要每個人一樣 這個叫Clear Sky 那我的字都copy了 不用了 那麼這裡呢 就是Clear Sky 那麼Clear Sky 那麼Clear Sky 那麼這裡 瑞典就應該沒有那麼熱的 先